像微型摄像头 还有微型耳窝式的无线耳机 像这样在影视剧当中出现了所谓的这个 间谍使用的高科技的设备 现在居然出现在了 宜春风城市的一场驾照考试当中 27号上午10点45分 六名考生正在进行科目一的电脑做题环节 一名坐在靠墙位置的男子行为怪异 不停地拉扯胸前的衣服 民警发现之后将他带离考场进行检查 发现他身上竟然铲绑着微型接收器 胸前憋着微型摄像头 耳朵里还塞着微型耳窝无线耳机 你脚是里面的 经过了解 男子杨某因为酒驾被扣12分之后 参加两次科目一考试都没有合格 这才企图利用高科技作弊设备通过考试 根据规定 民警对男子做出了取消考试资格 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理 并移交当地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调查